陸海空三軍一隊表演 為在洛杉磯舉辦的 雙十國慶酒會揭開序幕 朱洛杉磯經文處長夏基昌表示 近來美方通過對台出售軍艦法案 以及支持台灣加入國際刑警組織 都說明台美關係處於三十多年來最佳狀態 並表示台灣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的第二輪協商 對此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羅艾斯回應 台灣若想參與TPP 得先敲定台美雙邊投資協定 TIA 武漢聖主席 是我們要繼續關注 在同一旗投資金合作 和台灣合作 紐約僑界也在國慶日這天 在唐人街封街遊行 由駐紐約台北經文處長張文良率隊 遊行隊伍綿延一公里 駐紐約台北經文處 則在曼哈頓舉辦國慶酒會 包括美國政要僑界近千人出席 有將近一千位的來賓 來祝賀我們國家的生日 包括了很多的友邦的常代 大使 也有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員 還有議員們 還有更多的僑胞好朋友們 大家對中華民國的支持 是給我們國家最好的鼓勵 張文良強調 台灣致力參與區域組織 包括加入第二輪TPP談判 他也感謝16個友邦 在今年的聯合國大會總辯論上 為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積極發聲